欢迎到我的频道 我是Tia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呢 不要被我吓到 我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今天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因为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支眼影盘测评的视频了 然后今年我真的做了非常多的眼影盘测评视频 我觉得有小时之这样吧 然后今天呢 要测评的这个主角 就是这个NARS今年的限量盘 也是我会做测评的最后一盘了 所以说呢 做了一年的这个眼影盘测评视频 我们总是要有点创新 有点创意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把这个鲜花种在了自己的脸上 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眉毛上跟头发上 我现在就是基本上都不敢动的一个状态 不能低愁 皇冠会掉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准备这个姿势 保持这个姿势不变了 好吗 那我们就赶紧进入今天的正题 那首先呢 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的心得 这一盘眼影 我先说一个结论 就是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然后其实我也看过 挺多其他博主 就是对这一盘的测评啊 对这一盘的第一印象的这种视频了 然后我发现大家好像是一半一半 我看了一半人就是觉得这一盘挺多glitter的 感觉还挺好看的 然后有一半人就觉得这一盘普普 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粉质也一般好像不需要买的样子 嗯 那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吧 我觉得今年就是在引领这个眼影盘潮流的 真的都是那种高显色度 高饱和度 颜色很大胆 很鲜艳的这种眼影盘 比如说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这个 Pat McGrath跟Natasha DeLuna 我自己也有尝试过他们的眼影盘 真的就是你在swatch的时候 就会被它惊艳到那个颜色 那个闪度 我觉得在这个眼影盘市场 大环境是这样的 前提下呢 大家就会把就是眼影盘显色度高 然后饱和度高 作为一个评判眼影盘到底好不好的标准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眼影盘显色度高不高 并不决定这一盘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们最后还是要以上眼的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妆效出来的妆容的效果 我们来评判这个眼影盘到底的好不好 我觉得它的粉质绝对是 及格线以上 中等偏上这样的感觉的 我不能说它的粉质非常的优 但是我也觉得它的粉质 不管是你化妆还是在手臂上试色 都是找不出来任何硬伤的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不影响使用的 显色度我觉得是中等偏上 还可以 我没有觉得它不显色 它有几个颜色我觉得是比较sheer的 它可能比较注重的就是 它那个闪片 给眼睛增加一个闪度 而不是真的想要给眼睛增加一个颜色这种感觉 然后这一盘的配色呢 整体都是以粉色调为主 我不太觉得它是粉紫色调 因为它的紫色 其实只有这一个颜色有一点偏紫 剩下的粉色 我觉得还是在粉色范围内 可能稍稍有一点偏冷而已 然后我觉得这一盘的配色 非常非常的日常 然后非常的适合新手 非常的好掌握 所以这也是我 就是为什么推荐这一盘的原因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还是要客观的说一下 我对这一盘比较不满意的地方 对这一盘不满意的地方呢 首先就是它这12个颜色 只有这边的三个颜色是雾面色 剩下全部都是带亮闪的 雾面色 珠光色 大亮闪 小亮闪 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这边全都是亮闪色 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们家亮闪 其实是很细致的那种亮闪 一点都不夸张 但是我就是觉得它的雾面色选择有点太少了 然后呢 我是觉得如果把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对调一下 再把这一排去掉 做成一个九色眼影 一排雾面 一排珠光 一排大亮闪 我觉得这一盘就足足够够的了 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出到这个12个颜色这么多 然后呢 这一盘所能画出来的妆容 我觉得它这一盘的妆容变换不是特别的大 你可以看到它的配色本身整体就是非常统一一个基调的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画出来特别特别不同的妆容来的 但是我觉得用它画了两三个妆容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满足你日常的需要 你有的时候想要变换一下 可浓可淡一下 我觉得这一盘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OK的 哦 我忘记说他们家这个包装了 他们家这个包装就是非常的小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就跟你的手掌差不多大 比手掌稍微小一点 这样小小一盘 然后里边也是有镜子的 看到没有 里面是有镜子的 这样小小一盘 我觉得出门旅行的时候戴还蛮方便的 那废话完这一盘 就是它的样子呀 还有以及使用感受之后呢 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个试色 这个呢就是这一盘的配色了 这边三个都是雾面色 我觉得没有问题 很好晕染 我已经上演过很多次了 都觉得还不错 品质很好 然后珠光色的品质也挺好的 我挺喜欢这个颜色的 特别喜欢这个温柔的这种 有点橘色的这种粉色 然后剩下这六个颜色里面 都是有大亮闪的 他们家亮闪稍微有一点点飞 但是飞的程度非常的轻微 而且他们家glitter这个系列的持久度还挺好的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我喜欢这珠光白色 眼头提亮一把好手就是它了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 它这个是肉色的底 然后上面有紫色偏光 我今天眼妆也有用到它 我觉得非常好看 里面有点紫色加绿色的小亮闪 反正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的立体 唯一的就是觉得 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颜色 我这两个颜色 我这两个颜色 或者是这两个颜色 噱噱的有一点点相似是不是 就感觉它好像不需要出这么多颜色的感觉 看完手臂试色以后呢 我就来给大家分享 我今天这个眼睛上的妆 我们是怎么完成的 我今天眉毛虽然很夸张 但是我的眼妆画的还是蛮日常的 就是用到里面比较经典的配色 没有就是画的很夸张的感觉 那现在呢 我就开始给它展示一下 我今天这个眼妆是怎么完成的 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我们这个眼妆就完成了 这个眼妆还蛮简单的吧 不是特别的复杂 然后今天呢 我这个口红也用了 是Nars他们家的 这个是Nars他们家 这个色号是Pigale 然后我们这个比较基础 比较日常款的这个妆容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一点 有意思的事情 最近呢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折腾我的眉毛 我就是想给它尝试各种各样的造型 今天呢 我用到的道具就是这个 刚刚在背景上面的这个满天心 然后我要在我的眉毛上面 种上花朵 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开始吧 We are in pixels on a screen No we're human We breathe Every single thing we see curated It's overrated These expectations They keep weighing me down My heart is begging me To get the hell out Of my head I'm gonna live inside The upside down And if I say it ain't enough It gets ingrained in my head 然后我搞定了一只眉毛 就是这个样子的 超粒子的花朵 然后我把剩下的补上 我们再回来 好不好 我完成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个花真的很难戴在我的头发上 它们就一直想往下掉 天哪 我觉得你们可能有一种 我关注的博主今天 咦 花掉了 我关注的博主今天是不是 疯了的感觉 没有 我还是正常的 我真的只是想尝试一下 把花张在自己的眉毛上 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我今天眉毛 哈哈 存在感超强 这次证明白色的眉毛 真的还是很难hold住的 我现在有一种我是白眉到人的感觉 有没有 那今天这个眼影盘测评的这个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还是一样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点赞 虽然我觉得今天我这个眉毛 估计没有什么人想要给我点赞 anyway 那我们就下一次视频再见了 就这样啦 下次再见 拜拜